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苹果公司5月上旬正式发表了新一代的iPad Air与iPad Pro机型。 其中,新款的iPad Air是自2022年10月以来,首次发表的新iPad机型,也是苹果自2011年,推出该产品线以来,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新。 新款iPad Air在原本11英寸版本的基础上,新增了13英寸版本。 全系升级了M2处理器,苹果称,这使得新款iPad Air速度提高了50%, 全系提供了多种颜色,包括蓝色、紫色和金色。 定价方面,iPad Air 11英寸版本,599美元起,13英寸版本,799美元起。 全新的iPad Pro在外观设计上最大的变化有两点,首先是重量都减轻了四分之一,厚度削减到比苹果经典音乐播放器iPod还薄。 具体尺寸方面,iPad Pro 11英寸版的厚度为5.3毫米,而13英寸版的iPad Pro厚度只有5.1毫米,两者与iPad Air一样。 极深均为铝合金材质,提供银、太空黑等颜色选择。 其次,将原本的前置1200万画素镜头位置移至横荧幕的中间,更适应iPad Pro横置状态,方便配合妙控键盘时使用。 值得一提的是,iPhone上的原材闪光灯也替代双色温闪光灯进入了新iPad Pro。 这让用户用新iPad Pro直接拍摄,扫描纸质答案时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。 在硬体方面,新iPad Pro也带来了两大关键更新。 首先的跳过M3处理器,直接升级到了最新的M4处理器。 据苹果的介绍,M4基于台积电第二代三奈米制程工艺,拥有280亿颗电晶体,四个效能核心,能效核心也增至六个,支持硬体级的光线追踪,支持AV1解码和AI加速功能。 根据苹果公布的数据显示,M4处理器加持的iPad Pro相比,前代基于M2处理器的iPad Pro,CPU效能提升了50%,记忆体频宽提升了20%,GPU渲染效能则达到了后者的4倍,即提升了300%。 M4处理器还拥有16核心的强大的神经网络引擎,每秒可执行高达38兆次运算,相比M2的15.8兆次运算提升了140%,得益于搭载了M4晶片的新iPad Pro,拥有强大的AI效能, 还能实现根据音讯内容,更快速地实现实时生成字幕、识别影片与影像中物体的看图查询等功能。 而在StepPad的应用中,新iPad Pro可在钢琴演奏实时自动生成乐谱。 在能效方面,苹果表示,相比轻薄型VIPC笔电中搭载的最新晶片,M4晶片仅需四分之一的耗电量,就能达到同等效能。 当然这也得拜台机电第二代300米工艺所赐。 新iPad Pro的另一大硬体更新,则是放弃了Mini LED显示技术,采用OLED萤幕。 据了解,Mini LED依靠背光模组来完成显示,只不过Mini LED的灯珠尺寸很小,能做到分区控光,提升萤幕亮度。 但是,在显示黑色背景时,Mini LED萤幕不能像iPhone那样,通过关闭独立像素来显示黑色。 当用户在iPad Pro上阅读文章时,在黑暗模式下,会看到文本周围的光运效果。 这或许正是苹果新iPad放弃Mini LED萤幕的原因。 要知道,这个技术仅仅使用了很短一段时间就被放弃。 之前着急入手的苹果用户想必心中是相当不爽。 不过,OLED萤幕虽然显示效果不错,但会存在烧萤幕的问题。 对此,新款iPad Pro采用了全新的串联堆叠OLED技术。 它具有两个发射层,与单层OLED面板相比。 双层结构面板的萤幕亮度可扩大两倍,实现了1000尼特的全局亮度和1600尼特的峰值亮度。 使用寿命可延长四倍。 同时,双层串联OLED显示萤幕可降低30%左右的耗电量,意味着设备可以搭载容量更小的电池。 这也是iPad Pro能够减薄机身的关键。 供应商方面,目前掌握了双站串联OLED生产技术的厂家仅有三星、IOG以及京东方。 其中,京东方的双站串联OLED萤幕已经被应用在荣耀Magic 6系列产品上,这也是业内首发该款萤幕的厂商。 软体方面,苹果为专业级用户带来了两款影音创作软体,Final Cut Pro 2和Logic Pro 2,进一步提升iPad Pro的生产力。 苹果对于iPad Pro定义是创意工作者的随身工具,并有意让iPad Pro能够承担更复杂和繁重任务的能力。 具体来说,之前很多影音创作者更多的是将iPad Pro用作筛选素材和进行影片粗简,而Final Cut Pro 2则引入了1010多机位预览功能。 用户可操作个人设备或与他人协作,从最多四个不同角度拍摄同一场景。 1010多机位功能,通过全新Final Cut Camera影片拍摄App进行无线连接,用户可查看最多四部iPhone或iPad设备的拍摄画面,并以导演视角时时间看各个机位。 至于Logic Pro 2,iPad Pro则可借助其将会议后的音讯、拆分成股、贝斯、人声及其他乐器四条音轨,还能通过AI算法和M4晶片,模拟一系列全球知名录音式硬体混合制作的声音,帮助用户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。 此外,新iPad Pro配备12MP后置镜头,支持ProRes影片录制和Smart HDR4,具有四个录音式麦克风和激光伟达扫描仪。 新设备还提供了全新的自适应原材闪光灯,支持AI功能,以及高效能的USB-C端口。 新的iPad Pro起售容量为256G,最高容量2T。 11英寸版的售价分别为999美元。 值得注意的是,1T和2T版本可以额外多花99美元选购可以减少眩光的奈米纹理玻璃。 5G蜂窝版本还需在此售价的基础上再增加199美元。 苹果还推出了专为新iPad Pro所设计全新布局的妙控键盘,采用了铝合金掌托,并拥有更大的触控板面积的同时,还在数字键位上新增一排功能控制键。 这也使得其与iPad Pro组合后,整体形态更趋近于MacBook笔电。 新键盘同样拥有黑白两个颜色,售价349美元。 为提升绘画创作者的体验,苹果还推出了全新的Apple Pencil Pro,价格129美元。 虽然外观与上代的Apple Pencil 2并无明显区别,但它在机身内塞入了全新的感测器,支持了轻捏功能。 配合悬浮定位,可以让用户在不接触荧幕的情况下,完成菜单选取、图层选择等操作。 陀螺仪的加入,使得Apple Pencil Pro还支持了测悬功能。 它可以让用户在旋转笔身,调整画笔的笔出角度,从而画出更加拟真的绘画效果。 触觉反馈的加入,能让用户更加真实地确认自己是否选中图层或功能,避免误操作的发生。 Apple Pencil Pro还首度支持寻找功能。 总体来看,苹果公司正式发表了新一代的iPad Air与iPad Pro机型。 其中,新iPad Air升级到了M2系列处理器,提供了11英寸与13英寸荧幕两个版本,但定价区间也来到了过去iPad Pro的水平。 新的iPad Pro虽然采用了OLED面板,并且直接跳过了M3处理器,直接升级为最新的M4处理器,以提供更好的AI处理能力。 但价格也是相对过去版本的iPad Pro直接翻倍其售,让不少苹果爱好者们纷纷炸舌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